12月21日白俄罗斯政府发布一条引人注目的命令 临时禁止民众进入该国哥梅利州与乌克兰交界的三个边境地区 该命令已由白俄罗斯总理哥洛夫琴克前署并生效 白俄罗斯准备行动了吗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刚刚访问了白俄罗斯 有猜测称莫斯科希望白俄罗斯在战争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所以白俄罗斯任何跟边境相关的命令 都会立即引发外界对明斯克是否会参与莫斯科对吉普攻势的猜测 据路透社21日称 白俄罗斯政府在其网站上表示 将暂时限制在哥梅利州洛耶夫斯基布拉金斯基和科尼基区边境地区的入境 临时停留和行动 政府没有说明限令将持续多长时间 而早在11月11日白俄罗斯就开始在哥梅利地区举行反破坏演习 俄罗斯军人在四天后加入 乌克兰军方周二表示 俄罗斯飞机正在白俄罗斯领空进行训练 以便发现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进行潜在的导弹袭击 乌克兰官员还表示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利用白俄罗斯的机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星期二在参加乌克兰电视台的节目时说 他希望白俄罗斯军队不要参加这场军事行动 列兹尼科夫说 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白俄罗斯派出一支攻击部队 以便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进攻 他说 希望白俄罗斯不参与派遣军队 他又说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迹象表明 那里正在进行动员 他说 我认为浪费军事潜力不符合俄罗斯领导层的利益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这种平衡 周一 普京前往白俄罗斯首都与卢卡申科会晤 据英国独立报21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负责俄罗斯方向报道的编辑 罗森伯格在推特上说 他无意中听到 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提到他与普京的会面时说 我们只争论谁更坏 罗森伯格周一晚上在推特上写道 卢卡申科坐在普京旁边开玩笑 咱俩是合谋侵略者 地球上最刻薄最有毒的人 我们只争论谁更坏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说我是 我开始认为他是 后来我们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差不多坏 随后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安东 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示卢卡申科说了上面的话 卢卡申科和普京的私人关系显然不一般 不过对于这段未经当事人证实的话 俄罗斯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 周一在明斯克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普京和卢卡申科 赞扬了俄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 但几乎没有提到乌克兰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两国领导人就继续开展联合军演达成一致 并就建立统一防御空间问题进行讨论 俄方交付的S-400防空系统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已在白俄罗斯投入战斗这般 卢卡申科重申 他无意派遣乌克兰军队 克里姆林宫周一也驳斥了普京希望推动白俄罗斯 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说法 俄星社援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说 这样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和愚蠢的 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还指责莫斯科要实际吞并白俄罗斯 称普京正在寻求暴力吞并他的另一个和平的邻国 在周一的俄白领导人新闻发布会上 普京和卢卡申科都极力否认 俄罗斯吞并或吸收白俄罗斯的想法 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兴趣吸收任何国家 12月21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为了应对北约持续的联合核任务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将联合加强安全合作 扎哈罗瓦说 前不久普京曾表示 俄方将继续为白俄罗斯培训空军飞行员 其中包括那些能被改造为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的飞行员 两国采取措施保障联盟国家安全 是为了被迫应对北约多年来采取的 有针对性的所谓联合核任务 扎哈罗瓦强调 目前俄罗斯将向白俄罗斯 以交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 并为白俄罗斯改装部分苏二五战斗机 实际拥有核武器携载能力 但是不会向白俄罗斯方面 以交核武器携载改装技术